今天我們要來組樂糕 嗨 萬一回答生活不就是這樣 我是老闆 我是小千 大家應該都知道今年是迪士尼的100週年 所以他們跟樂糕也出了這一款 迪士尼100週年的攝影機組 我們也很好奇他組出來會有什麼小細節 這其實也是我們第一次組樂糕 所以還蠻期待的 我們很想找就是跟攝影機 就是相機啊 攝影機相關 但是一直找不到 快有一天逛 突然說這個也是今年新品 然後就看起來是一個酷酷的攝影機 而且還剛好搭上這個迪士尼100週年 還有這些可愛的膠片 對啊 以我們這個實際上有的相機這麼多 然後也會拿來錄影的情況下 不組一個相機或攝影機 你覺得很可惜嗎 好 那我們就立馬來開箱 這包拆開來總共有五包 還有應該是說明書 它總共是811片 所以看起來只有一本說明書 你覺得我們要花多久的時間拼完 嗯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會不會誇張 你知道這就是沒有拼過樂高的菜機會這樣 一個小時可以吧 說明書一開始也會簡單介紹這個產品的歷史背景 像我們做的是迪士尼嘛 現在就介紹一下華特迪士尼 然後他是在1923年創立的這樣 OK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來拼 第一包 第一包他第一個就居然以把人拼起來 這是華特 這是我的草毒 這是 欸 抱歉 哦 我知道了 他是在1923年創立的嗎 是不是 開 Action Action 哇 所以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第一片完成囉 第二包 我們剛剛倒出來的時候就看到米奇在頭了 第二包我們是要做 啊 這個簡單來講應該算是雲台的部分啦 究竟煮完第一個樂高是會想要繼續煮下一個樂高 還是就不想再煮樂高了 可是你已經買了下一個欸 不是啊 你要不要煮跟你會不會想再煮也是兩回事吧 你會覺得其實他跟IKEA的組織有點小 跟我不一樣 哇 有一個人組錯了 看起來是我 為什麼兩個個不一樣 乍看之下一樣 我有一個人組錯了 而且他還拿著說明書 我只能偷看說明書 第三包 第三包是小鹿斑餅 不用煮 損失了一點樂高的樂趣啦 有沒有 我已經在一起掰 欸欸欸欸欸 欸 蛤 蛤 蛤 沒有那剛剛是我拿給你的 所以有一個什麼 蛤 是嗎 我剛剛拿給你我就去拿那個 那你沒到 有吧 我們等一下看 請看 PCR PCR 來啊 蛤怪啊 羅文要草外 羅文草白 草牌 蓋房子欸好可愛喔 蓋房子欸好可愛喔 這沒到 這沒到 欸那我們可以一起組 他這個腳架很粗欸 粗才好用 我先好了 我是不是比較棒 嗯 對 在你能夠 毫無理由地說出 I'm sorry之前 You are not ready But I'm ready 我缺件了啦 那可能就是會掉在地上 你到底掉多少東西在地上啊 欸 掉在你身上啊 就偷藏零件 然後跟我說我先好了 喔 這跟打麻將做牌 不小心袖子一掉出 兩個五桶子一樣的意思 不小心被抓到啦 完成了三隻腳架 現在就可以把腳架 裝上去這個 這個實架 小路方比第三包結束啦 第四包 第四包的IP就是小飛翔 然後也是一樣不需要再拼的 第四包我們要做的就是電影機的 機身本體了 你都是看大圖喔 對啊 今天好特別喔 我好像都會先看小圖才看大圖 這個真的是跟你講全部一樣 直接看大圖就知道大家要幹嘛 但有時候你會不知道要拿幾個 我有時候會想習慣先找零件 邏輯不一樣 也沒有啦 可能剛好一看的地方 我都看不到被你遮住了 那怎麼辦 你推過去一點嘛 對 沒關係啊 欸 這裡來這裡 機身的部分也完成了 現在就把它煮到我們的腳架上 好可愛喔 它現在已經是一個半成品 不錯 接下來就是倒數第二包 第五包 米妮的頭 米妮的話就是要自己煮的喔 它這個有點烏烏身的米妮 裝上鏡頭就更像個電影機啦 喔 而且它是鏡頭可以轉欸 沒有啦 我在找棒棒 這樣變得很肉欲耶 一直在找棒棒 我只要找到一隻棒棒就好啦 你確定這東西可以撿進去嗎 我今天真的只需要一隻棒棒啊 接下來就進到第六包啦 實際上第六包是沒有人偶的 所以總共的人偶其實是只有米奇妮 還有 華特 迪士尼 還有小飛象 跟小熊維尼 不是小熊維尼 小路噴皮 一百 一百完成啦 這就是一百週年的一百了 然後這個一百應該是要上到咱們的這個上面 我們現在要很神聖的裝上這個 迪士尼 一百 我們幾乎完成了 現在應該就只剩下 底片要把它放上去 我們第一次裝樂膏 所以甚至還以為這個也是多的 結果沒想到它應該是一個 拆卸的工具啦 我們煮完之後啊 有看到 這麼多的 就是 多的零件 然後 除此之外我們有一個地方 沒有找到我們 所以它凸起來 最後玩起來應該是這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要 為了把它弄上去 就只能變成這樣子 它這一包的零件裡 有一顆長的跟這個其實是很像的 但是 它這一個零件 在這一包當中又完全沒有其他作用 所以我們就合理懷疑 它這一顆 我就是給錯了 好我們最後就來把底片拿出來吧 它是彩色的底片 最底下就是 黑白米奇 白雪公主 小木偶 小碑像 小鹿斑比 鮮杜瑞拉 好可愛喔 這個就可以套到這裡來 然後就把它 壓上去 OK 經過的路徑會是這樣一圈 所以會稍微有一個 弧動 OK 我們完成了 花了將近三個小時 完成了這個 迪士尼100週年跟樂高聯名的 這個電影機啦 錄影機啦 那它在說明說中 其實也會提到 還有幾個主要的看點 我們來也跟大家分享一下 第一個就是這個 它其實就是一個 導演版 導演版 對 就是以前需要設定 開始的時間 對 然後它中間還設計了一個 很可愛的是 多平面攝影機 也就是傳統拍攝動畫片使用的器材啦 它就是一個多層次的圖稿放置台 然後可以放置角色或是背景 然後透過平移圖稿啊 就會呈現動態效果 也就是我們之前看到那種 傳統動畫角色在背景前面移動的樣子 它那麼可愛的 然後因為它 除了最後一包沒有人物之外 總共就有給了 五個人物 有米奇 米妮 華特 迪士尼 你還要用小飛翔 跟小歐巴 再來就是這一台啦 首先你們就會看到很大的一個 100週年 就代表了迪士尼 我原本 以為它可以做這個 抽片的動作 但是 因為它這邊是定時的 所以其實是不行的 它只是等於 這個膠片只是乖 但是這個東西大概是做一個小玄機 就是 仔細聽喔 讓你模擬那個膠片轉動的聲音 這邊如果打開來的話 會可以看到這是一個 等於是模擬了華特迪士尼 它錄影的小空間 所以其實是 可以把華特 能坐進去嗎 可以 可以看到華特迪士尼坐在裡面 然後它就是 等於正在製作它的產品這樣 它這個可以 滑動 看來是這個可以轉 對 對 它是轉動 它有三顆鏡頭 然後轉到你要的鏡頭之後 再套上這個鏡片組 我覺得比較遺憾 我就以為這個膠捲可以捲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原本以為 比如說這個雲台 也有可能可以有一定程度的不動 不過它這邊做一個彈性 是不是就是 就是讓你 對 但是這是我要講第二個 雖然說你這樣感覺 好像有點彈性對不對 嗯 但感覺就是它機構很不穩定 這個 你說它是 到底是為了保留彈性 還是其實它是不穩定 這個好可怕欸 這個小微母 啪一下的美咧 對 它這邊還有一個小機關 但整體而已 它就是一個 就是你需要特別保護它 它不是很堅固的樂高 所以我覺得它整體是一個 蠻可愛的品項 然後也有一些小小的機關 但是不算是說 會讓你哇這樣子的 而且我們還少了一個配件 就是不知道算什麼事了 本來就是 迪士尼的粉絲 在看到這個 這些膠片上面 代表性的這個動畫 也是蠻可愛的 而且這個算是我們的攝影機吧 對 沒錯 因為我覺得它最棒的就是 我們把它選為我們第一個樂高 也是因為 攝影機嘛 就很像是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有一個代表性 還有一個很喜歡的小巧思 就是這個 就是它的 鎖腳架的這個品項 它有一個 它叫做迷你 其實它也不是迷你 它其實就是那個 就髮條 我覺得很可愛 好啦 就是迪士尼有這個 下隔100週年 不過那時候我們也不在 畢竟它是成為了很多 大家的童年嘛 說不定它可以成為更多人的童年 好啦 那我們今天拼的就到這裡囉 你們最喜歡什麼迪士尼動畫 也在下跟我們分享一下 如果有想要看我們拼什麼樂高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大家記得繼續 除了追蹤我們的樂高系列之外 也可以追蹤我們的樂高樂園分享 那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 還有分享給你 同樣是樂高咪的朋友 也不要忘了按下訂閱 才可以支持我們做出更多更好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掰掰